从被有心之人曝光 到节目失误 忘记打骂 再到勇敢自曝 你所熟悉的网红 在现实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你好 我是Io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网红面具下的 真实面貌大曝光 你还好奇 哪些网红的长相呢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正义者的真面膜 大家都认识YouTuber 勾起你心中的恶吗 是的 你没听错 他的频道名字就叫这个 简称勾恶 一直以来 他都是戴着一个小丑面具 来拍摄影片的 点进他的频道 大家就能立刻知道 他的影片 都是以什么内容为主了 在2022年时 他甚至爆出了 连千亿 假借NFT之名 行恋财之士 就因为那次事件 连千亿直接在个人脸书上 公开勾夥的本名 接着更是直言 他知道勾夥的真实身份 和他的背后是谁 就你这么公开 又也能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由于本名已经被公开了 所以他就索性地 在自己的影片中摘料面具 并承认自己就是陈玉伟 不过 他表示勾夥和陈玉伟 是两个不同的角色 没有人可以代表勾夥 勾夥就是勾夥 陈玉伟就是陈玉伟 两边的事情各自处理 希望大众不要将两者混为一谈 这种感觉像什么呢 就像是蝙蝠侠 和布鲁斯·韦恩一样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展现给人们看的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面貌 虽然他们是同一个人 但蝙蝠侠做的事情 会归在韦恩的身上 反之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以后 就假装不知道 勾夥是陈玉伟吧 Unionman又称洋葱 他是一名台湾桃园式的 图文YouTuber 毕业于中原大学电类系 在YouTube上 他拥有130万的订阅者 他的影片 几乎都是以动画的方式来呈现的 例如 他出国玩的时候 遇到了古怪导游 那么他就会制作一个动画 来跟大家分享 他在这段旅途中 所经历的奇葩事 基本上 他在影片中的人物形象 是一头橘色头发的男子 就算他本人出席一些活动 或者出现在别人的影片里 他也会戴着一个面罩 把自己的脸遮起来 所以很少人知道 他的真实面貌 据悉 杨葱本人在影片中提过 自己不想露脸的原因是 因为私底下的自己 有两种状态 一种是最邋遢的状态 所以此时的他 不想公开承认自己是杨葱 而另一种 则是有打扮过的状态 这时他不会主动说 自己是杨葱 但也不会刻意去隐藏身份 不过在2022年 他参加了木药四超玩的 全明星运动大会 虽然在过程中 他的脸依然有被遮挡住 但是眼尖的网友却发现 当他们在听工作人员讲话时 杨葱的脸竟然露了出来 接着两秒后 杨葱的大头才再次出现 遮挡住了他的脸 这很显然是节目后期的失误 而且大家别忘了 这个影片是可以被暂停的 于是很多网友就对着这一幕 疯狂截图 并在网上疯传 杨葱的真面目 就这样被曝光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 Minecraft实况 那大家认不认识 一位叫Dream的YouTuber呢 他的本名叫Clay 是美国的YouTuber和Twitch游戏实况者 他以他的YouTube系列 Minecraft Manhunt和速通而为名 在YouTube上 有着319万的订阅数 他也是一位出了名 不露脸的YouTuber 如大家所见 他的频道头像 是一个随便画出来的小白人 关于他本人 我们只知道他的本名和国杰 除此之外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自己当然也知道 很多人希望看到他的真实面貌 所以他经常在影片中 玩弄着观众 例如在2020年 他出现在了Mr.Beast的Rewind影片里 一开始 他拿着一张纸牌 遮挡着自己的脸 当大家以为 这个纸牌拿下来 我们就能看到他的真面目是 嗯 你错了 拿下来之后 他依然戴着一个 有着自己投向表情的面罩 哇 好有趣哦 直到2022年10月3日 他上成了一个影片 并公开了自己的真实面貌 虽然在这个影片开始下 他也在各种玩弄着大家的心 怎么玩弄呢 就是 哎 我要转身给你看了 哎 其实我不转身 你想要我拿开毯子 我的订阅数到5000万 我就拿开 好吧 戏经完了之后 他终于公开了他的样子 没错 这就是他本人 大家觉得怎么样 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吗 他表示 第一次对着镜头说话 感觉有点尴尬 而他决定公开自己样子的原因 是因为 他的好朋友兼YouTuber George Notfall 从英国搬到了美国 但是 由于George 也从来没有见过 Dream的真实样子 所以 Dream向他承诺 要公开自己的样子 并表示 这可能是向George 还有其他人 展示自己的最佳时机 这个公开真面目的影片 目前获得了将近 6000万的播放量 但随之而来的 却是一些黑子的攻击和嘲笑 他们的责骂 都很莫名其妙 例如 批评他露脸 导致观众都专注于 讨论长相 而非他的作品 还认为 他失去了神秘感 所以不想关注他了 更过分的是 一些黑子直接抓住了机会 开始攻击他的长相 称着 拍照姿势 这些黑子 不如先管管自己吧 不过 因为实在有太多的负面评价 所以在2023年6月10日 他发布了一个标题为 Buy from Dream的影片 来宣布自己不再露脸了 我就公开Email 大家知道 一个叫 The Odd Once Out的YouTuber吗 他在YouTube上 有着1920万的订阅者 哇 还有什么时候 能有这么多粉丝啊 他是YouTube上最受欢迎的动画师之一 他在YouTube上迅速走红 于是不久之后 很多人都对他的长相 感到十分好奇 人们普遍认为 像他这样知名的YouTuber 在公开自己的相貌时 应该会选择一种 比较特别或大规模的形式 来纪念这个重要的时刻 例如 专门为公开相貌 发布一个单独的影片 不过 他没有这么做 而且 他还在影片中 调侃这么做的人 是这样的 某天 他发布了一个 恢复匿名问题的影片 影片里 有一个网友 十分好奇他的长相 于是 他表示他稍后 会公开自己的长相 不过他也说了 如果要这么做的话 他必须是 一个单独的影片 里面还得有一大堆的铺垫 可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却快速地 公开了自己的脸 大家以为 这样就完了吗 不不不 之后 当有个网友提问 叫做Jake 所穿着的那件蓝色衣服 是不是真的时候 他公开了一段自己 带给衣服喷漆的影片 没错 这就是他 怎么样 大家觉得他身上的这件衣服 和Jake的衣服 相似度是多少呢 安又觉得 是两模两样 在这个影片最后 他还表演了 自称史上最快的 换衣服技术 对此 他的姐姐表示 这看起来并没有很快 大家听过Beluga吗 如果没听过的话 那你应该有看过 这个在尬笑的 猫猫头像吧 这其实是一个 叫Beluga的YouTuber 一直在使用的头像 他的频道 可能不是这个头像 但他影片里的Beluga 绝对是这个头像 基本上 他的影片都是他和别人在Discord上聊天 但不是真的聊天 而是虚构的 内容主要围绕互联网民音和流行文化 并且使用幽默和讽刺的方式来呈现 在短短三个月内 他就达成了400万订阅的 惊人成就 为了回馈粉丝 他决定公开自己的长相 他非常的简单粗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影片的标题就是 Beluga Face Review 此外 他还直接把自己样子 做成了这个影片的缩略图 不过影片里还是恶搞了一下 开头 他表示人们对他的指控是正确的 因为他经常在晚上 甚至是半夜的时候 才录制影片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每天晚上七点 都会变成一只猫 接着 他还开了一些玩笑 但很快 他就转变成了真诚的语气 并感谢订阅者 所给予的所有支持 他表示 这是个很疯狂的YouTube之旅 他估计他应该是在三个月内 通过五十个影片 最快达到四百万订阅者的频道 他觉得很幸运 所以想真心地感谢所有人 最后 他让粉丝从一到十里 选择一个数字 在他说了句七之后 他就变成了猫 没错 他又回到了 他的Discord世界里 不过 他的真声会随机掉落 在他的频道里 有兴趣的各位 可以去看看他的频道 让我看看你的真声 如果大家看过 脑洞大开的这个影片 那你肯定认识 Dr.Disrespect吧 他是一名美国的游戏实况主 和网络红人 因夸张搞怪 又疯狂易怒的直播风格 和高超的游戏技巧 而受到关注 虽然他在直播的时候 是真人出镜的 但是正如大家所讲 无论是直播还是照片 他都是穿着这些 精心设计过的服装 红色背心 超大的墨镜 以及有点乱的黑色夹法 这些已经成为了他的标志 但随着他越来越受欢迎 粉丝们就开始好奇 他藏在这套装束背后 可因为他总是这样出镜 所以粉丝们都以为 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他私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了 然而有一天 他作为嘉宾参加了 H3 Podcast 而在节目结束之后 他以为摄像机已经关掉了 于是他脱下了他那 标志性的假发和墨镜 让粉丝看到了 他的真实样貌 在此之后 他还在一个广告中 公开了自己的样貌 而且他本人还在评论区里 留言玩梗说 另外一个男的是谁 不过不管怎样 在自己的频道里 他还是维持着 那个标志性的打扮 虽然这个假发很热 这个墨镜也很有可能 会阻碍到他的事项 但这套装束 已经很深入明星了 所以没有放弃的必要 迷鹰的诞生 接下来的这位YouTuber 是Scares 他主要以制作YouTube社区 和在线文化的 新闻和评论影片 而闻名 内容通常包括 对YouTube界 和社群媒体上 日本话题的报道和分析 涉及流行YouTuber的动态 网路争议 以及其他相关新闻 他的公开长相影片 非常奇葩 你要说不正式吧 他为此还特地拍了个影片 可你要说正式吧 全程将近四分半的影片 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 都在调整摄像机 和NG重来 这时候有人可能想问 他是故意的 还是真的不会呢 嗯 还有也不好说 因为如果是故意的 那他演技确实很好 但如果是真的不会 那他大可把前面这段 剪辑掉再上传上来 对吧 最好 他采用了从数目后面 走出来的方式拍摄 由于这一幕 实在是太搞笑了 所以这个影片 也成为了一个经典 而且 他所呈现出来的 青涩和尴尬感 都让观众觉得很真实 于是很多人将这个影片 制作成名音 例如影分身版 和在宇宙漫步版 此外 他们还在YouTube上 上传这段影片的 绿幕版素材 让所有创作者 都可以一起来创作 我就是今天的 网络精选 大家有看过 Daily Dose of Internet吗 在YouTube上 他拥有1710万的粉丝 虽然他的频道名字里 有每日两字 但他不是每天都会更新的 正如他的简介所说 他会去搜集当前热门 和被人们遗忘了的影片 然后将它们剪辑成一个合集 把欢乐的内容带给大家 在每期影片的开头 他都会以一句自我介绍 来作为开场白 偶尔 他还会适当地为观众 讲解一下影片的内容 以防一些观众看不懂 对于这样的频道 大家会好奇 这把声音的主人 到底长什么样子吗 虽然每个影片里都有旁白 但这位YouTuber 好像从未打算公开 自己的身份和长相 不过有时候 有些事情 并不是你所能控制的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 他在Instagram上 开心地直播 图中 他操作失误 把镜头调向了自己 然后他和他女朋友的脸 就这样毫无预警地 公开给大家看了 看到这个情况 他惊呼了一声 而他的女朋友 瞬间避开镜头 并在一旁狂笑 他马上纠正了这个错误 把镜头调回去了 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于是这一幕 很快就被传播开来了 除此之外 他也出现在 Craig Thompson的某个影片中 在听到他的声音之后 其他YouTuber表示 我认出了你的声音 于是他直接承认 自己就是 Dairy dose of internet 还满足了别人的要求 在现场说出了那句 熟悉的开场白 不过 这些都没有影响到 他的频道 到目前为止 他依然没有在 自己的频道上 公开过自己的样子 你想看 就给你看看吧 接着又是一位 图文YouTuber 他名叫Tabs 在YouTube拥有 238万粉丝 影片内容 基本上都是以 漫画和讲解的方式 来分享自己的想法 和经历 所以他和洋葱一样 根本没有露过脸 不过 可能是因为太多人 想要看看 他的真实面貌 所以他决定公开 自己的长相 但是 他不像其他YouTuber一样 坐下来录制影片 而是采用了一种 比较随意的方式 在一次问答案影片中 他在标题上表示 自己会在这个影片里 公开长相 不过在影片的最开始 他调侃了那些毫无耐心 只想赶紧把进度条 拉到公开 长相那里的部分粉丝 以及他们在评论区中 打上时间码的行为 这种方式 给他的粉丝 设定了一种 轻松的基调 同时也让粉丝 产生期待感 接着 就跟平常的 问答案影片一样 他一一回答大家的问题 直到一个问题问道 你会不会公开长相 请公开 的时候 他才终于公开 自己的长相 他怎么公开呢 他在影片中 放上了几张自己的自拍 没错 他没有拍影片 而是给大家看照片 到这里 他的公开长相环节 就结束了 就这 没错 就这 这个方式 其实挺有意思的 因为很显然 他不想要成为 真人YouTuber 而是想要保持 原来的风格 继续以漫画的方式 来呈现自己的内容 所以 他这么做 只是为了满足那些 对他的长相 感到好奇的人 特别的揭露方式 想象一下 你是个一直保持神秘 从未公开过面容的YouTuber 但现在 你打算揭开 神秘面纱 向世界展现 自己的真实面貌 在这个重要时刻 你会选择 什么样的方式 或风格 来拍摄 公开影片呢 很多YouTuber 都会选择以 更严肃 很认真的方式 来拍摄 公开样子的影片 例如 Dream 在他公开自己的长相之后 他坐下来 认真地跟观众分享 自己公开的原因 想法和感受之类的 然而 一位叫 Pyrocynical的YouTuber 却用了一种 讽刺的方式 他上传了一个标题为 Who I'm voting for president Face Review 的影片 在影片中 他使用了另一位YouTuber Casey Neistat的影片 来作为开头 这个Casey Neistat的影片内容 主要是在分享 自己对于2016年 美国大选的看法 他鼓励所有出名的YouTuber 都来做类似的影片 于是 Pyrocynical就来响应号召 也拍了个 我投票给谁的影片 不过 Pyrocynical 其实是英国人 所以 他投给谁 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要公开自己的真实面貌 本来 他打算要在频道 达到100万订阅者的时候 才公开自己的长相 但他觉得没有意义 所以就先公开了 接着 他还走了黑子的路 用旁白 来嘲讽自己的长相 让黑子 无路可走 很显然 他是个非常自信的人 他一点都不尴尬 还非常自如 就这么看来 他早就应该 公开自己的真实面貌了 因为IU认为 躲在镜头后面 并不能让他 完全展现自己的所有才能 正能量的公开 Jayden Animation 在YouTube上 拥有1,210万的订阅者 和这个影片中的 大部分动画师一样 他并不想露脸 随着越来越多的 动画师露脸 他的粉丝也想知道 他长什么样子 他被问反了 于是制作了一个影片 来解释自己为什么 不公开长相 首先他认为 现在几乎是一个 以外表为中心的社会 人们可以仅仅 只是因为长得好看 就变得出名 其他人也可以 以相貌为由 来不喜欢某个人 所以他不喜欢 有人因为长相 而不喜欢他 这会让他觉得很无欲 其次 他是个很害羞的人 他喜欢独来独往 也希望拥有隐私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 在他成长过程中的某一天 他突然觉得 人家对他的称赞 都是谎话 他觉得自己 做得不够好 直到大学 他也依旧带着这样的想法 这个想法 不只让他在 其他方面的要求 变得更高 在外貌方面 也是如此 他一直以来都很瘦 也从来没有过体重问题 但是他却一直觉得 这不够好 于是他一整天都在思考 他吃了什么 吃了多少卡路里 之后 他陷入了一个 很可怕的状态 并患上了 饮食障碍症 而这就是 他最不想让人们 看到他的原因 因为他觉得 自己的状态很糟糕 更认为自己 让每个人都失望了 在影片的最后 他还是把 在他眼睛上面的 打码摘掉 公开了自己的长相 不过 现在的他状态很好 甚至偶尔会进行直播 所以大家可以 不用担心 他现在挺好的 你还好奇 哪些网红的长相呢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 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 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